餐廳外頭紅色布條高高掛 上頭寫著隔壁要檢舉我到島店 還畫上了箭頭指著鄰居家 這家早午餐店公然槓上隔壁鄰居 去找他和解過 他也有錄影存證跟他說 我們就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再這樣子沒有意義 可是他後來又收到 我跟他和解前的 就是我檢舉的罰單 那都是和解前的事了 他說他沒辦法接受 他要繼續這樣子玩 從7月開始到現在 兩家糾紛沒停過 監視器中穿著藍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就是隔壁鄰居 三天兩頭就上門 一下子說餐廳油煙未重 一下子又抱怨招牌擋路 自己出面還不夠 還拉著遠景來 消防隊也曾經來機查消防設施 店家指控這一連串的關切 都是被隔壁鄰居檢舉 想要來支持他 我覺得太過分了 怎麼說 因為都一樣在做生意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子 做生意錢難賺 還收到二三十張的檢舉罰單 氣得業者也大反擊 反檢舉控訴對方 把車停在人行道上 違規停車 兩邊互相傷害 就看誰先投降 下半年共有三次 檢舉剛才早餐店前面 有違庭的事情 有人曾經拍照過檢舉過 目前有四十幾次 警方證實兩邊互相揪對方毛病 到現在戰火還沒停 大喇喇掛布條公開嗆聲 但警方也說開店做生意 以和為貴最重要 希望雙方都能冷靜下來 早一點握手言和 記者吳國鎮 黃世雲 高雄報導